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安然的度过危机 另一方面也能刺激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 这算是一个好事 但是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美国最近各个州都在叫嚣着要复工 有的餐馆业主就抱怨说 经济形势这么不好 我们不光没有客人 我们有的餐厅连员工都没有 招工都难了 这好像有点吊诡 按道理讲 经济形势不好 大批人的失业 宁当很容易招到员工才对 但不这样 为什么 因为美国发钱发的太狠了 不但中央政府直接发现金 各个地方政府人家还发失业金 所以有的员工人家算了笔账 我现在不上班 我可以申报失业 我拿着中央政府的补助 拿着地方政府的失业金 一算 我这个钱说实话比我上班挣的还多 而我现在如果我去应聘个工作 人家老板是会给我发工资的 但是我上班了嘛 我就没有资格失业了 我就不能去领失业金了 这么一算呢 我上班之后领的钱比失业还少 那我不如再多领几个月失业金 是啊 人毕竟都是贪婪的 不上班就能白领钱 那谁不愿意啊 而且看样子疫情啊 在欧美国家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所以有的国家就已经在考虑了 发钱这个事 能不能机智化 长期化 以前我们就探讨过 有一些欧美经济学家 人家曾经提出一个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家国家现在有钱 很富足 考虑到还有人比较穷 考虑到有的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没有基本月收入 怎么办 人家提出一个国民基本收入的概念 就是说 只要你是本国的公民 当你年满18岁 或者年满23岁以后呢 由中央政府每个月发给你一笔基本收入 大概可能是500到1000欧元左右 拿着这个钱 你什么活都不用干啊 你就能保证能活得下去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啊 给了国民基本月收入 他们就可以免于匮乏 免于压力啊 可以开开心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种提议啊 在以往还做过一些实验啊 比如说人家会挑出一两万人来 挑出一个小城镇来 在一年或者几个月的时间 每个月给予这些人一个基本收入 看一看这种政策 对于经济增长有没有好处 而最近 西班牙的相关官员已经说了 既然疫情还要持续挺长一段时间 既然我们需要给老百姓发一些救济金 那么不如干脆利用这个机会 把国民基本收入这个事稳定下来 固定了 以后西班牙每个月就给他的国民发一笔钱 而且甚至疫情之后 这个钱也继续发 真正落实国民基本收入这个概念 咱们清楚啊 政府本身就是有这个分配的职能 税收本身就是一种收入分配的调节 每个有工作的人啊 你的收入相当一部分要交给政府 政府来决定这个钱怎么花 是搞基建呢 还是搞扶贫呢 还是搞国防外交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 政府再多收一点税啊 干脆收上这钱 每个人都给一份 这也是一个均贫富的概念 而且这样一搞 底层老百姓 这个压力肯定大大降低了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也质疑啊 这样会不会养懒人呢 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不用上班 政府给你钱 这个钱足以让你生活下去 即便不是生活的很好 那么会不会有大量的人 人家根本就不愿意工作了 而且这笔钱对于政府的经济压力 也是很大的 以往我们就讲过 政府哪有钱啊 政府的钱就是从企业 从老百姓的税收来的 尤其是像西班牙这样一个国家 那也是举债度日啊 如果真的搞了这个全民基本收入 那么西班牙的财政 有没有可能崩溃呢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